澎湖垃圾问题长期仰赖船运到台湾焚化炉解决 但因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 部分县市不欢迎外来的县市入场焚化 增添澎湖垃圾处理难度 立委洋要向环保署争取补助超过亿元的经费 由县政府先行匡列 并提出了计划确实执行 依照澎湖现行的垃圾最终处理方式 首先为垃圾筛选、分装、打包 后船运到台湾处理 但垃圾筛选、打包作业未确实 将大幅的提高船运的费用 去年环保署补助船运费用近5500万 另外则是限地掩埋堆置 但认为垃圾堆置并非最佳的处理方式 并衍生环境问题 以红罗垃圾掩埋场为例 每到秋冬、东北季风抢劲 红罗垃圾掩埋场周边的垃圾飞散四处 洋药时常接到民众的陈情 而经过了立委洋药强力的要求之下 环保署提出了中长期改善方案 并将近期与县政府进行讨论 设施红罗垃圾掩埋场内垃圾暂置区 防止飞散设施并加强厂区之内的整理 落实厨余 资源回收物分类以及回收工作 更新厨余处理设备 强化垃圾筛选 分装打包作业 降低垃圾船运的费用 避免因为船运的费用过高 导致其他垃圾解决方案无法实现 另外环保署建议的长期方案 本县应该有自主垃圾的处理设施 因为现行的国家政策 禁设焚化炉 因此县政府可演绎朝向 设置机械分悬场 仓储场等方向来规划 而针对了环保署澎湖垃圾 中长期改善方案 洋药已经成功争取环保署 补助超过一亿的经费 由县政府提出计划 并确实执行 记者陈荣誉报导